玄武唱二号韩国瑜的票 计票员听了 字若网文就是不计票 二号韩国瑜一票 二号韩国瑜一票 唱票随便唱 不看票也能唱 您认同预防剩余治疗 对不对 是 好很好 然后你刚才在回答 这个委员的垂巡的时候 我也听到你讲说 你会确保2018的这个事件呢 不再发生 对不对 我刚听到您这样讲的 因为您说苏院长有特别的指示嘛 那我要请问的 所谓的2018年的事件 不再发生 指的是 因为2018的事件很多啦 所以我要请问你的 指的就是说 不会再有边投票边开票 还是你指的是什么 2018当然这个选务上也是一个 一个很大的挫败啦 一般人批评最多就是 可以简单讲 时间拉得很长 不是不是不是 所以你现在确定它不发生 是确定时间不会拉得很长 还是确定它不会有在边投票边开票的情形发生 边投票边开票的这种状况 就是说在同一个 不是你会不会让它 刚才你已经讲了嘛 你会不会再有 今年会不会有边投票边开票的情形 会还是不会 你可不可以打一个保票 在同一个地区的数个 数个这个投开票所 是不会发生这种状况 比如说 比如说台北市 在任何一个选票所还没有 不是你说在学校比如说在学校 有五六个投开票所 五六个投开票所 那这五六个本来就是 你就是闪躲问题嘛 主委我相信你知道我的问题 2018发生问题 就是因为你边投票边开票嘛 然后我才刚才问你说 你是不是同意预防肾余治疗 你告诉我你同意 然后你又讲说 你要苏葵的指示是 2018的事件不会再发生 我也听到你的承诺 但现在我们要确认的 就是说所谓的2018的事件 比如我们以台北市来讲 当时丁守中他输了 这个几千票 他就是因为你边投票边开票嘛 边投票边开票 我觉得一般的民众都会知道 他就是会产生气宝的效应嘛 你不要告诉我你不懂 因为我尊重你这个 也是蛮有资历的 所以我觉得我们不要闪躲 直接回到问题的助纣 今年会不会有边投票边开票的行 因为你刚把他现在说 这个地方有 因为台北市他不只是一个选区 这个一定要讲清楚 对 一定要讲清楚 所以才是我问你的 不是你叫我讲清楚 这我请教你 因为这次的选举 你如果是放大到说全台湾 没有没有没有 比如说台北市 台北市 因为主委不要这样子 因为我相信你懂 为什么不可以边投票边开票 其实很简单嘛 他就是没有办法让人民按照他自己原来的这个意愿去选嘛 那你是创造一个情形让气宝他的效应可以产生吗 所以就针对这个问题好不好 我们现在没有讲全台湾 你现在比如说台北市 我们台北市有台北市的选举 对不对 桃园有桃园的选举 县市的地方或者是影响到那个人的当选 你应该有这样的一个胸襟啊 我不敢说我不敢说精准到 比如说台北市 所有的投开票所都已经投完票了 我才来开始进行开票 因为因为每个投开票所 他的状况会不一样 不是 那你没有解决问题啊 如果说我8点 你没有解决问题 所以你今天在讲说2018的事件不会重新发生 这个就是错的 为什么 他不是事实啊 因为我再举一个例 比如说假设我们在讲说这个台北市 我们就用台北市长选举好了 台北市长的选举 你说中山区已经开完了 然后他就开始开票 对不对 然后呢 这个 这个比如说内湖区还没有开完 然后你让他开票 他同样会有问题产生 所以你不能够讲说 而且现在平安讲 2018年到现在为止多久了 他已经有时间让你可以充分准备 对不对 但是你现在你不去准备 即便在这个时间点 我们剩下三十几天的一个时间 在这个时间点 你还想要用这样的方式 去把应该面对的问题 你不去面对它 简单来讲 我再举个例来讲 今天如果说 今天如果说我去排队 对不对 你说四点 四点呢 我人已经到了这个投票所的地方 但问题是你里面的作业的这个词言 你刚不是讲了一缸子吗 你要扬额温 然后你要戴手套 你要说的 你迟言了 那我四点还没有办法进去里面 可是我已经在排队了 我可以投还是不行投 可以啊 我可以投 好 我们就人就已经拿着这个牌子 很好 对 四点一号 马上就站在队伍的末日后 而且现场的警卫人员 警察会在旁边 好 所以你这个SOP呢 你这个很精准的SOP在哪里 都有 我们的工作人员手册 我们的工作人员 你的工作人员选择 现在投票的人不是只有你工作人员 投票的人是全民啊 全民要投票 他要知道他要怎么样子做 我们的宣导也都有做了 好 没关系啦 那你既然有SOP出来 你的着重点不是只有选务人员 你着重点还有在民众 那我提醒你的就是 你的民众其实我跟你讲 台湾人真的是太好了 没有错 你不要老是讲说民众配合 民众真的很配合了 我现在请问你 就是你刚刚前面提到 有额温啊 有手套啊等等 你的额温枪错了怎么办 他就不准提 不准投三 我们有预备的额温 很好 你有预备 就是说你的预备的这些的措施呢 都应该到 那我要请教你 就是我们宪法上面不是讲说 宪法 宪法上面讲 选举是谁的权利啊 老百姓的权利不是吗 是 是 人民有选举的权利嘛 对不对 那你刚刚前面提到的就是说 传染病防治法 或选报法的规定 他这样的规定 所以呢 他不准出来投票 我请问主委根据什么呀 宪法的规定 有任何的一个法律规定 可以违背宪法的规定吗 不管是选举被选举 人民的权利都依法行使 没有啊 宪法告诉你说 人民有选举罢免创之复决之权 你是用什么 你不是依法行使 法律 违背宪法的规定的时候是怎么样子 主委 这个 这个 这个尝试嘛 当然 尝试 对尝试说出来 来听听 全民听一下你的尝试 法律违背宪法的规定 你怎么样子 法律无效 谢谢 太简单了 太简单了 但是没做呀 你没做呀 你今天我们讲说 你没做嘛 我们今天讲说台商 台商他是不是中华民国的国民 他是不是中华民国的国民 我具有中华民国国籍 是 具有中华民国国籍 他就是中华民国民 你封杀他 你封杀他的选举的权利是根据什么 我没有封杀他的权利 你他被处击了 他怎么投票呢 我没有封杀他的权利 你他被处击了 我请问你他怎么 你是根据什么东西可以决定 这些具有中华民国国民 他不管是确诊也好 或者是被处击也好 他不可以投票的基础在哪里 这有些相关的法律规定 法律可以违反宪法规定 你刚才不是才告诉我说 法律违反宪法规定的情况之下 法律无效吗 你刚不是讲说 哎呀委员你出这题太简单了 不是刚才这样讲的吗 我的职权没有那么广大 我是管我选务的部分 有一些 那谁有违法的事情的时候 我有违法事情的时候 你就是配合违法当共犯 有一些法令规定的 应该是权责机关他们来处理 那权责机关做错的决定 你就配合当他的共犯 是这样 我们回去看一下你的组织法的规定 我没有看到 回刚才组织法的规定 组织法的规定上面讲说 你要统筹办理 你要综合规划 你要指挥监督啊 我也是依法来执行 是啊 在你不违反宪法的情况之下 你依法 但是在你违反宪法的情况之下 你的那个法 刚才你自己说 委员给你一个很简单 那个题目 它是无效的 无效的法律 你依照无效的法律 执行你的职务吗 我没有依照 每一个我们执行依据的法律 都是现行有效的法律 那不是啊 你刚不是自己讲说 违反宪法规定 憲法的规定条文 我不是跟你看 因为时间的关系 你好我尊重其他委员的 但是呢 拜托主席 主席才示一下 对于我刚才提的问题呢 还要麻烦中选会 把它讲出来 为什么今天依照 不管是除籍也好 确诊也好 它侵害 宪法规定 人民选举 罢免创制复决权力的依据 在哪里 好不好 好谢谢 感谢观看